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《赵孟福每日已至》 好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个字 这是 乍看之下也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尘 尘土的尘 好 尘土的尘 本来上面就是一个路 好 我们来写一下 它的比较行凯的写法 好 上面 好 过来 这是一个笔 过来一个土字 写 这样子 好 这比较行凯 那写比较 那个流畅一点呢 就开始 我们会一些断点就写连贯一点 然后比较少一些断点 所以呢 我们来看写在右边 这里就可以连贯起来这样写 好 右边这里也是 但是 那这个比呢 我们当然可以写简单一点 它经常被省略成三点 所以省略成三点 或者四点也有 比本来草述就可以写 好像这样四个点 这样子 好 写在这边 这样四个点 好 当然 三点是比较多 反正就要省略 这样就代表这样 这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可是再来 就突然 这个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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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知道草书 经常省略更省略的写法 就是 把这个盖子 这上面不要了 保留类似这样草字头 所以直接记住 上面好像写一个草字头 好 一个小盖子 其实是类似这一笔 然后再一个长笔画 这要背起来 这个就代表 这个的草书的写法 好 再来底部呢 就这里就不能省略了 这里代表一个三个点 好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 左边 乘就是这种写法 那当然有时候呢 有些更省略的 这里三点 就写成一个横跨之类的 也有 类似 当然草字头的笔法 也可以这样写 类似这样一个 两点 类似这样子的 那如果通力得正 那是不是我们的路 真的那个 在跑的那个路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所以呢 路 路字的草书就这样 接下来呢 下面就是那个笔啊 我们说可以写成三点 或者这样 这就是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毛笔 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 一樣 我的毛笔已经有点干掉了 好 给我几秒钟 顺一下笔 好 好 那我们来看它 草字头有好几种写法 它这一笔 是先横画这样子 好 带过来 折 刷过来 一 二 戴上去 转一圈 折过来 天子 天子 好 好 好